这个怎么不能做这个动作 是不是你也想非常拥有一个灭霸一样的能力 让你的拍照的时候 那些非常麻烦的路人 能够在你的照片中消失 是的 OneUI 3.1刚刚更新了一个非常好的功能 那么在我上期视频当中也一笔带过 那今天亮哥就来教你如何让你的背景变得非常的干净 把那些不关紧要的路人都通通的 那么当你拍摄了一张照片之后呢 发现这里有个路人 那么怎么能够把它从这张照片里面消失呢 可以看到如果我们用常规的一些软件去做一些消除的话是可以 但是呢你会发现这里其实是非常复杂的一个环境 那我们来看一下三星的这个全新的灭霸模式 能不能够非常完美的让这个人做一个消失呢 首先我们要做的呢 就是先点击这里只笔进入这样子一个修改的模式 然后呢在右上角可以看到一个新字 点击下这个新字呢 这里有个叫实验室的 点开这个实验室呢 这边写着从图片中删除物体 人和其他任何你不喜欢的事物 好我们把它点开 看这边就多了一个橡皮了 好了我们只要选中这张照片 把它放大一点 找到我们这里的人 点击要擦除的对象 点击一下 然后再点下这个人 彻底删除 这个彻底删除 来看一下 哇 是不是没有了呢 好了这张照片的干扰是有点大了 我们再换一张试试看 这里有一张我非常玉树临风的照片 然后呢我看到这里这个圣诞老人 我非常的不爽怎么办呢 哎呀这样子歧视我 竟然拿屁股对着我 好了我们要做的非常简单 只需点击一下这里 然后呢把它干掉 把它找到我的圣诞老人的位置 点击一下 彻底删除 它就不见了 我们再来试一下 拍一张照片 点击一下 它就消失了 我发现其实这个呢 对于一些比较背景干净的一些情况呢 会做得非常的好 它的一个优势是在于呢 它会自动去通过AI的方式呢 去选出这一块 然后呢 拉它四边的这些场景 然后做一个插值 这其实跟Photoshop里面 那个抹除工具是一样的 好吧 是一个全新的玩法 那如果你好巧不巧 拍到一张照片里面 然后你不想看到的人呢 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去把它削掉 它在某一些比较干净的场景 比如说在沙滩上啊 草地里啊 蓝天白云下面呢 效果非常不错 但是呢 在相对比较复杂的环境里面呢 就比较一般了 而这那句话 关注亮哥 带你给大家了解 一些新的三级手机使用 小技巧 可以发现一下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